韓國的自律計劃 到了韓國 就在來練舞 為了我30歲的單曲 有點緊張 我給自己設定了一個自律計劃 在練舞前呢 都可以每天來運動 讓自己的能量提升 加油 第一次練舞 熟悉的地方 但是緊張心 哇 他真的是有跳Sugar Rock 我跟著我 看來看啦 BOLA 第一小段花了40分鐘 還在找感覺 後面有比較快一點 今天呢 練完了那個 第一堂課 我自己有點小小的不滿意 這個老師變成舞 就是很多很小的動作 他們會 雕得比較細 希望明天會更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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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二天練舞 然後希望今天 可以 越來越好 加一點 握 整個大 噴 趕 趕 上你老師喔 看到她好害怕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這就是老師的特色啊 可以喔 如果老師不怕的話 就不會 會教出好的學生 玩這種被折磨的感覺 就是好像打擊自己的信心 這種就是一個成長的過程 今天很多很小的動作 其實看起來很簡單 但其實真的不是那麼容易 就是要練習嘛 今天有一個環節我很開心 跟 dancer 一起跳的時候 就是有一瞬間就覺得 哇 好棒喔 有自信了 剛剛一個人就是 沒自信到一個不行 希望這次我可以很 從容的 輕鬆的 拍好這個mv 跳好這個舞 每一段過程 都是人生中的一個記憶 我可能不是最優秀 最完美 但我一定是那個最有憧憬 最不怕任何困難的人 我希望你們會喜歡那個 最平凡的我 希望你們會喜歡我 為你們含這次做的事